据环球网7月22日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 在21日的一场会议中称 美国正与中国进行太空竞赛 但会与俄罗斯保持合作 纳尔逊首先回顾了美俄两国在太空合作的历史 他说 美国与俄罗斯的太空合作是于1975年的联盟阿波罗计划 当时两国处于冷战状态 但进行了宇宙飞船的堆积行动 双方宇航员访问了对方的飞船 纳尔逊说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与俄罗斯保持着合作 此外纳尔逊还在谈话中 无端指责中国的航天计划 不透明和具有军事性 称俄罗斯应该提高警惕 实际上美国的挑拨离舰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在太空领域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 中国的天空空间站项目启动后 通过了17个国家的合作申请 其中就包括俄罗斯 但是没有美国 此外中国和俄罗斯还将联合在月球建设基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 美国才是当前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 美国公然将外空界定为新的作战疆域 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 研发和试验具有进攻性的反空间系统 不断挑动外空军备竞赛 美国呢 美国�发优优独立坚